那改编自顾曼的同名小说电影《微微一笑很清晨》呢 即将在8月12号和大家见面了 听说这一次啊 景博然和杨颖呢 在电影中不仅以这个情侣的姿态出现 电影还没上映 听说这个黄晓明就已经受不了了 打翻了醋铲子 好大压力哦 我跟你讲今天是 你看我现在离你坐的段很远嘛 还是这样的距离了 别看在电影《微微一笑很清晨》的宣传中 景博然和杨颖在台上都意外地不亦乐乎 其实每次和杨颖同台 景博然都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上场的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我受到了威胁 你全然不知道吗 你受到了什么威胁啊 好大压力 你看我现在离你坐的段很远嘛 还是这样的距离了 真的 我在这家地位就很高 听到这儿 想必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应该知道 景博然的压力来源于哪了 没错 那个施压者就是杨颖的老公黄晓明 由于景博然是杨颖私下很好的蓝颜之己 当初听说两人要合体眼情侣 爱妻心切的黄晓明就忍不住快递玫瑰花盒到剧组 怒刷存在感 在房车外面就听到好大的动静 后来开了那个门之后就看到 贝比捧了一大树 杏花还有一个小明哥的人行立牌 对 那天是小明哥的一个惊喜是吧 对 别看如今回乡起那段往事 景博然讲得云淡风轻 其实当时看到杨颖和黄晓明 在情人节大学恩爱 备受冷漠的景博然还是很新塞的 好不容易顶着黄晓明的压力 景博然终于把戏给拍完了 谁知电影宣传器的一张海报 再次戳通了小明哥的心 虽然你们微微一笑很清诚 但景博你手能松点不 看热闹不怕事大的电影导演 更是当众爆料 景博然和杨颖在戏中 还有更甜蜜的戏份 眼看再有几天 电影就将上映了 不知道黄晓明会不会找景博然算账哦 小明哥是绝对不会吃醋的 真的 对 他说的长大的 对 他像老前辈一样 真的在前面带领着我们 指导着我们 所以他怎么可能吃醋呢 然后他所有的那些吃醋 都只是撒个娇 娱乐新年定义上海 才逢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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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